天津美女忍痛花四万块买来两条金龙鱼 带回家中金龙鱼却开始浑身抽搐 该女子一口咬定时老板给了自己一条病态鱼 于是去找老板理论 老板却说他要赚大了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这天女子下班途中看到两条金龙鱼在鱼缸中非常灵活 爱好养鱼的男朋友正好要过生日了 送他两条金龙鱼再好不过了 于是该女子便走进店里观赏 这两条金龙鱼璀璨亮丽 还闪着金色的光泽 看上去就十分霸气 于是很豪气地花了四万元买下 虽然心中万分心疼 可为了哄男朋友开心 这些都不算什么 可就是这两条金龙鱼 在带回家中后却让该女子变得忧心忡忡 在带回家中后 女子将她们视作宝贝 喂的都是最好的饲料 鱼缸也要换一个最大的 于是赶忙出去购买回新的大鱼缸 可就在更换了一下鱼缸后 其中一条金龙鱼却开始抽搐不停 似乎下一秒就要死亡 这可把美女吓坏了 一开始美女还以为是自己更换鱼缸的原因 便再次小心翼翼地换回原先的鱼缸中 可金龙鱼却丝毫没有缓解 这个时候美女意识到 自己从买鱼到现在只不过两小时的时间 如何养它都是按照老板的叮嘱照做的 两小时就出问题那肯定是鱼本身的问题 于是美女给老板打电话要求退钱 可当老板得知金龙鱼的状况后 竟然异常地高兴 还非常乐意给美女退钱 只要美女将金龙鱼退回来 老板的态度让美女更是产生了疑惑 天津美女花四万给男朋友买来两条金龙鱼 回到家后金龙鱼却开始浑身抽搐 似乎命不久已 于是找老板理论 老板得知鱼的状况后竟然欣喜若狂 欣然同意给美女退钱 老板的反常让美女心存疑惑 大多数商家最讨厌的就是顾客退款 为何金龙鱼已经奄奄一息 老板还愿意退钱给自己呢 难道这条鱼真的是条病鱼吗 为了确定金龙鱼的状况 美女直接拨给自己懂鱼的朋友进行询问 不问不知道 一问竟是个大惊喜 原来这两条金龙鱼是一雄一词 在店里的时候就是一对夫妻 而抽出的那条是正式雌鱼 这个动作就代表她即将要产卵了 美女这才反应过来 难怪老板会如此急迫地索要金龙鱼 很快 雌鱼就开始了产卵 一颗一颗的黄色鱼卵就像一颗颗黄金洞 美女大概数了一下 一共有50颗鱼卵 如果这些鱼卵能全部孵化成小鱼 那也能狂赚几十万 毕竟现在金龙鱼的繁殖十分困难 就算人工繁殖也不是个容易事 不得不说该女子捡了个大便宜 都已经开始做白日梦了 接下来的一幕让该女子又急又起 眼睁睁地看着另一条金龙鱼 将这些鱼卵全部吞进自己嘴里 这下可好 美女后悔莫及 早知就应该将两条金龙鱼分开饲养 然而就在她心痛不已的时候 事情竟然发生了转机 天津女子花4万买下两条金龙鱼 哪成想刚带回家其中一条鱼就开始浑身抽搐 她怀疑这是老板故意卖给她病鱼 但查明真相后 她却觉得老板简直就是送财童子 足足让她血赚一百万 可是在饲养金龙鱼过程中 却让美女生泪俱下 她正看着眼前给自己赚大钱的金龙鱼缠卵 突然就被另一条成年鱼 将所有鱼卵全部吞掉 谁料过了一会儿 雄性金龙鱼却将鱼卵又吐了出来 女子担心雄鱼会再次吞噬鱼卵 这是在保护自己的孩子 金龙鱼和其他动物不同 妈妈产卵爸爸负责照顾鱼卵 并保证小鱼的孵化 这种精神不得不让人敬佩 美女得之后那颗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下来了 两个月后 小鱼成功孵化 可是雄性金龙鱼却变得瘦骨灵血 因为在孵化期间 雄鱼丝毫不会进食 直到孵化成功后才会吃东西 而其他小鱼在鱼缸里活蹦乱跳 为了给他们更好的生存环境 女子买来更大的鱼缸 给最好的鱼食 没多久不少鱼贩子闻风赶来 想要高价购买该女子的金龙鱼 可是当下金龙鱼如此珍贵 究竟卖多少钱一条才算合适呢 毕竟这样的机遇只有一次 屏幕前的朋友觉得出多少钱才合适呢 欢迎大家留意 马和驴交配生出骡子 牛和马交配会产生后代吗 如果可以的话 会是一个什么物种 骡子是人类繁育出来的一种动物 自然界并不会产生这样的生物 但骡子给人类社会做出了很大贡献 它们兼具马和驴的优点 体力好耐力强 能接受长距离的运输工作 而且身体强健不易生命 马的综合素质虽然比骡子优秀 但养一匹马的花费高昂 普通人家根本供养不起 只能退而求其次选择次一等的骡子 虽然骡子没有生育能力 但一般人养骡子也只是为了干活 并不在乎它能不能产下后代 既然有了骡子这个优秀案例 许多人就把心思打向了其他生物 比如有人想到牛也是常见的家畜 它们和马杂交可不可以产生另一种优良后代 但是杂交育种不是简单的让两只动物进行交配 这其中蕴含着深刻的科学原理 首先两个不同的物种进行杂交之前 要保证它们都处在发情期 因为动物不像人一样 它们大多数都在固定的时间段交配反应 马的发情期通常在4到6月份 这是一个固定的时间段 但牛就不一样了 它们是周期性发情 一般为17到25天一个周期 要让一匹马和一头牛成功交配 必须选择一个它们共同发情的时间 做到这里还只是第一步 接下来更加困难 马和驴交配生出骡子 那牛和马交配会产生什么样的后代 会像骡子一样成功吗 如果单从交配行为来开 马和牛还是有几率成功结合的 母牛和母马都会用尿液来吸引雄性 当着公马或者公牛的面 抬起尾巴拍拟 同时散发一种能唤起交配欲望的性稀素 如果异性之间看对眼了 就会用自己的头顾和尾巴在对方身上蹭 雄性会通过绣纹磁性尿液的方式 判断其是否处于适合交配的状态 如果让两只同处于发情期的母牛和公马待在一起 它们也许就有交配的冲动 这个设想很美好 但马和牛很难闻出对方的尿液表达的信息 同类喜欢的信息素在两个不同物种看来 就是一股难闻的尿骚味 不但不能诱导发情 反而可能让它们变得暴躁异能 而且牛和马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生殖隔离 马有64条染色体 水牛有48条染色体 两个物种的染色体数量差异过大 根本无法实现基因配对 就算它们交配成功 也不会结合出一个有用的受精卵 自然无法生出杂交后代 从这两方面来看 马和牛交配不会产生后代 即使能够成功受精 受精卵也会在后续的减数分裂过程中死去 曾经有位印骨科学家做过这样的实验 将发情期的公马和母牛关在一起 结果自然是失败 直到实验结束之后 两个动物也没有任何接触 马和牛交配无法产生后代 那黄牛和水牛这两只常见的牛能否成功 既然马和牛交配无法产生后代 那常见的黄牛和水牛能成功吗 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它们也不能生下后代 这两者虽然都是牛 但它们之间的差异不比马和牛之间的小 黄牛是北方常见牛 水牛是南方常见牛 有些南北交界的地区 当地人会同时饲养这两种牛 这两种牛之间的物种界限分明 黄牛和水牛在长相上十分相似 除了皮毛颜色和牛角之外 几乎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但是两个物种的基因却差别很大 水牛体细胞是48条染色体 但黄牛体细胞则却有60条染色体 这是一个巨大的差异 足以使得两者之间产生生殖隔离 有些生物学家专门做过黄牛和水牛的杂交实验 即使人为干预的条件下 结合的受精卵也在发育过程在死去了 这证明了黄牛和水牛不可能杂交 其实动物杂交的过程非常困难 就算强行将两种动物结合在一起 后代很大概率也会存在各种各样的缺陷 比如马和驴杂交出的骡子没有生育能力 还有狮子和老虎杂交的狮虎兽身体健康状况很差 在幼年时期就夭折得不在少数 但是对于动物杂交的研究仍然具有着重要的意义 能够让我们了解生物多样性 以及繁育一些有利于人类的新物种 倒霉土拨鼠外出觅食被金雕抓住 雕回巢穴拔光满身的毛 还被扔给小金雕 成为它练习捕猎技巧的完全 这只土拨鼠从它的洞穴之中探出头来 最近几天的天气都很好 草原上的植物长是醒的 土拨鼠很久都没有发愁食物来源的问题 它把半个身体探出洞穴 激紧地四处张望 一旦发现洞穴周围潜伏着敌人 土拨鼠就会马上缩到地底下 今天似乎格外幸运 这片草场上没有发现敌人的踪迹 土拨鼠小心翼翼地走出洞穴 刨开泥土寻找藏在地下的植物快艇 根本没有发现危险已经悄然而止 早在土拨鼠探出头的时候 远处就有一头金雕钉上了它 金雕的势力极强 站在几百米之外的悬崖上 也能把地面上的情况探得一清二楚 这只土拨鼠太傻了 光顾着钉紧地面的敌人 完全没有预料到来自空中的威胁 金雕扇动翅膀腾空而起 朝着猎物的方向飞过去 一对撑开的翅膀遮天蔽热 瞬间笼罩在土拨鼠头上 土拨鼠终于意识到了不对劲 可它刚才太过懈怠 现在离洞穴还有好长一段距离 土拨鼠撒开四条桶 用尽全力朝着洞口逃去 可还是慢了一步 金雕的利爪从头顶落下 死死抓住土拨鼠 带着它飞向高空 土拨鼠外出密室被金雕抓住 带回巢穴拔光全身的毛 还沦为了小金雕的玩具 土拨鼠以为自己命不久矣 只等金雕把自己摔死 或者干脆用爪子开膛破肚 可惜金雕直接把它带回了自己的巢穴 那里还有一只小金雕在等着自己 金雕抓紧土拨鼠的身体 用弯钩状的长会和爪子拔下土拨鼠的外 由于一次只能拔下来一小磨 所以这对于土拨鼠来说 是一场持续不断的哭泣 它尖叫着不停挣扎 想要摆脱金雕的控制 可惜金雕的爪子非常有力 土拨鼠根本无法套路 等到它全身的毛发都被拔得差不多之后 土拨鼠也昏死了过去 金雕趁势将它扔进巢穴里 留给自己的孩子当玩具 自己离开巢穴去寻找其他食物 没过多久土拨鼠就醒过来 它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还活着 土拨鼠挣扎着寝身 小心翼翼地探索金雕的巢穴 发现这里只有自己和金雕的用法 那只抓住自己的金雕则不见了封印 土拨鼠的胆子立刻大了起来 它觉得这是个逃跑的好作 可走到巢穴边缘才发现 这里竟然是悬崖底上 凭借它的伸手根本爬不下去 说不定还会摔得粉身脆 走投无路的土拨鼠 把目光转向这里的另一个身 把怒火都发泄在了这只小金雕身上 土拨鼠被金雕抓回巢穴 拔光全身的毛被金雕用了 最后还是没逃脱变成食物的命 小金雕也注意到了这只光秃秃的猎物 看着土拨鼠朝自己走过来 它心里不但没有害怕 反而感到非常兴奋 小金雕一天天长大了 金雕母亲开始教它捕食的各种技能 今天妈妈留自己在家 还没有像以前那样把猎物杀死 就是为了训练自己的捕猎技巧 小金雕张开翅膀想吓退敌人 可土拨鼠今天被金雕一通戏弄 胸腔里怀着满腔怒火 它不再担心杀死小金雕 会不会遭到它母亲的报复 一心只想出这口恶气 土拨鼠张大嘴朝着金雕幼鸟冲上去 它虽然平时喜欢吃草 可牙齿的咬合力也不算差 它尝试了好几次都被小金雕躲开了 就在土拨鼠松懈的时候 小金雕突然冲上去 对着猎物又拙又咬 没有皮毛的保护 赤裸的皮肤不断承受着金雕幼鸟的攻击 土拨鼠再次感到了疼痛 它刨开地上的杂草 扭动着身子躲了进去 再不赶出来 小金雕战胜了比自己还大的敌人 欢快地在潮雪里跳来跳去 这时金雕妈妈恰好回到了潮雪 得知幼鸟的战绩后非常高兴 三下两下就啄开了土拨鼠的脑壳 土拨鼠断气之后 金雕妈妈撕咬下一块肉喂给孩子 奖励她今天的表现 在不久的将来 小金雕也会长成像金雕母亲那样强大的猎手 狼群盯上棕雄母子 钓虎离山引开八百金母熊 趁机偷袭两只刚出生的小熊 将它们残忍杀害并吞食 随后又对母熊发起攻击 熊和狼群展开生死决斗 棕雄妈妈带着两个刚出生不久的小熊 在血缘上觅食 两只小熊跌跌撞撞地跟在妈妈身后 它们虽然已经能够独立进食 不再需要母熊的乳汁 但还是没有能力离开母亲的怀抱 一场大雪过后 山里的小动物都躲在洞穴里面不肯出来 母子三个已经走了很长时间 可还是没有找到食物 快到进入冬年的时候了 棕雄母亲很担心自己无法储存足够的脂肪 渡过这个寒冬 它们来到山下的河边 这里还没有覆盖鸡血 仍旧能找到适合入口的鱼类 就在棕雄妈妈努力寻找和鱼的踪影之时 几头野狼悄悄跟在了它们身后 狼群和母熊一样 也在雪地里面找了很久猎物 它们成员数量众多 需要不停捕食 这时头狼发现了母熊留下的脚印 肌肉让它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 想要靠着群体优势捕杀这三头熊 在它们看来 唯一的威胁就是成年的母熊 两条小熊就是白来的食物 狼群很快就追上了棕雄一家 它们一致决定先解决两个小的甜甜度 再慢慢对付母熊 它们压低身体朝着母熊靠近 准备来一次突袭 狼群盯上棕雄母子 想把两头小熊偷走宝餐一顿 遭到母熊的强烈反击 带着孩子的母熊对周围的环境很警惕 狼群刚靠近它就察觉到了 它把两头小熊藏在身后 摆出一副决斗的架势 大声咆哮想要下退这些恶狼 但狼群仗着人数优势 根本不怕棕雄的威胁 它们不紧不慢地靠近母熊 随后突然发起攻击 母熊担心狼群伤害身后的孩子 就主动迎上去 和狼群展开搏斗 虽然野狼数量众多 但它们并不是母熊的对手 很快就败下阵来 围着母熊转圈 想要找到这头庞然大物的破绽 可是棕雄虽然身材高大 但行动并不吃缓 凭借体型和力量优势 和狼群打得有来有过 再这样下去就成了拉锯战了 野狼们饿了好久 经不起这样的消耗 它们决定改变战术 把矛头对准两头小熊 狼群再次对母熊发起攻击 不过这次它们并没有用权力 而是想尽办法激怒母熊 让它被狼群引诱着 离开两头小熊身边 圣怒的棕雄 并没有试破野狼的轨迹 不出所料地 中了狼群的吊虎离山之计 距小熊们越来越远 见计策成功 狼群们越发高兴 守在原地的野狼 朝熊仔扑上去 小熊毫无招架之力 很快就被野狼咬断了喉咙 此时的母熊 还不知道自己的孩子已经遭难 狼群围攻棕雄母子 吊虎离山引开母熊 杀掉小熊之后 又对母熊发起攻击 棕雄母亲和狼群 缠斗在一起之后 渐渐发现野狼们的攻击 并没有看上去那么厉害 他马上察觉到 这群野狼的意图 明白自己掉进了 他们的陷阱之中 可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自己的孩子 已经成了狼群口中的食物 母熊很想冲上去 和这些刽子手拼命 给两头小熊报仇 可刚刚的缠斗 自己用了最大的力气 眼下已经没有体力 对付这么多野狼了 而狼群也察觉到了 母熊的虚张声势 母熊不再是一个 强大的敌人 变成了一块会移动的肉 他们的眼里 闪着贪婪的光芒 惑不及待想要将这头母熊拿下 见此情景母熊 只能向身后的山林撤退 只要进入山中 就是宗雄的天下了 到时候自己就能 借着地势成功逃脱 说不定还可以抱沙子之仇 想到这里 母熊转身飞快地 朝着山林奔跑 狼群紧紧跟在他身后 想要找机会拦截母熊 可他们的速度不及母熊 很快就落在了后面 母熊找到机会 躲进树林里面 反过身对着狼群 守卫自己最后的阵地 母熊摆出一副视死如归的架势 狼群反倒被吓怕了 他们停在了树林外面 想到已经抓到了两头小熊 食物有了保障 犯不着和这头 被逼到绝路上的母熊厅屋 狼群退回河滩上 开始分食今天的猎物 把交配当成一种社交手段 就像吃饭喝水一样随便 随时随地都能发情 窝黑猩猩到底有多烂情 18世纪30年代之前 人们一直以为窝黑猩猩 只不过是没有长大的黑猩猩 直到一位动物学家 对窝黑猩猩个体进行解剖 惊讶地发现这种猩猩 已经完全发育成熟 这才把窝黑猩猩 分离成一个独立的物质 人们开始研究 这个长相酷似黑猩猩的物质 随后发现了一件 让人大低眼睛的事情 这群窝黑猩猩 竟然随时随地都在交配 而且它们的性行为 并不区分性别和年龄 除了母亲与成年儿子之间 两只窝黑猩猩 无论性别是否不同 年龄差距大不大 都可以相互发生关系 是现存与人类关系 最密切的物质 这个冲击对人类不可为不大 虽然动物没有人类 那样的伦理观念 但一般的动物 也不会这样无所顾忌 至少它们会找一个 优秀的伴侣 而不是像窝黑猩猩一样 随便遇到一个同类 就不管不顾地进行交配 窝黑猩猩的交配行为 就像吃饭喝水一样随便 它们成年之后 就可以和其他窝黑猩猩 进行交配 不单是繁衍后代 更多的是一种社交行为 虽然难以理解 但对于维持种群安定 有很大的作用 窝黑猩猩到底有多烂情 把交配当作社交手段 随时随地都可以发情 窝黑猩猩对自己的行为 没有任何羞耻心理 它们能够随时随地 进入发情状态 把自己的器官暴露出来 邀请异性甚至同性交流感情 在它们看来 这是一种非常正常的行为 交配是它们维持种群 稳定的基本工具 窝黑猩猩们认为 这种行为 可以减少族内群员 发生冲突的几率 保证族群长久地留存下去 不会因为内斗而自我消耗 当两只窝黑猩猩 发生冲突的时候 它们缓和关系的手段 不是沟通交流 而是发生性关系 交配过后就一笑宁温仇 其实这也是一种 迫不得已的手段 众所周知 很多猿猴类动物都非常凶狠 种群之间常常发生斗争 比如和窝黑猩猩 十分相似的黑猩猩 它们会没有理由地虐杀同类 并且以此为乐趣 即使两只黑猩猩之间 并没有冲突和仇恨 单纯享受目睹同类惨死的快感 这种暴虐的性格 似乎根植在它们的基因里面 但窝黑猩猩虽然和它们非常相似 种群之间的关系却要好得多 这都要得益于 它们无时无刻不再交流感情 性行为是可以化解敌对关系的 虽然有点超出人的认知 但这只是人类标准里的道德意识 窝黑猩猩并没有这种束缚 窝黑猩猩如此烂情 把交配当作社交手段 它们交配时如何避免近亲繁殖 窝黑猩猩对家庭关系非常看重 它们并不迷恋在族群中的地位和权利 而是极力保持关系的稳定 不过它们并不可以挑选交配对象 一不小心就可能和亲缘关系较近的同族发生关系 为了避免这个问题 雄性窝黑猩猩在性成熟后会离开原先的家族 在山林中四处流浪 直到被另一个窝黑猩猩族群接纳 为了更快融入新族群 雄性窝黑猩猩会通过频繁交配来结交新朋友 并稳固自己在族群里面的地位 窝黑猩猩以雌性为族群首领 身边还有几个和它血缘关系较为接近的同伴 新来的雄性窝黑猩猩会首先去讨它们的欢喜 成功取悦首领之后 雄性窝黑猩猩就能留在这个新的家庭之中了 由于它们独特的社交方式 雄性窝黑猩猩并不能确定交配对象生出的孩子 是否和自己有血缘关系 因为怀孕的雌性同时还和其他雄性发生了关系 不过雄性并不在乎这件事 只要有新生的幼崽 它们都会一视同仁的抚育长大 因为这些幼崽里面总有一个是自己亲生的 窝黑猩猩五到六年才会生下一只幼崽 这保证了族群数量不会因为频繁交配而出现爆发式增长 给它们造成负担 母猴空虚寂寞给猴王戴绿帽子 背着它和其他公猴交配 还生下公猴的孩子 猴王得知后愤怒报复 直接将刚出生的幼崽咬死 这只母猴对着猴王搔手弄姿 但猴王却不为所动 母猴年纪大了 长得也没有其他妻妾那么好看 猴王已经对它感到厌倦了 但母猴现在正处于发情期 体内的激素迫使它急切地寻找交配对象 于是它更加卖力地在猴王面前表现 可惜猴王还是无动于衷 更过的是猴王竟然只会手下将母猴从自己身边驱赶开来 看到猴王对自己的态度 母猴也失望了 它不再缠着猴王不放 而是独自躲在角落 希望能挨过发情期 可它并不能完全控制自己的身体 还是想要交配 于是母猴想到一个好办法 既然猴王不喜欢它 自己就出去找一个合适的交配对象 反正除了猴王之外 这片山林还有许多雄性猴 随便一只成年的公猴就能满足自己 母猴越想越觉得有道理 猴王都那么嫌弃自己了 它也不想热脸去贴冷屁股 想到这里母猴迫不及待地开始行动起来 虽然在猴王看来母猴年纪大 但它现在正是壮年 还是能吸引到其他公猴的 母猴对自己非常自信 不出它所料 母猴刚表露出寻找伴侣的意思 就有许多公猴凑了上来 可发现它是猴王的雌性之后 这些追求者又都退去了 母猴因为年纪大遭到猴王嫌弃 为了缓解发情期的交配欲 竟然大胆地去寻找其他公猴 母猴被猴王嫌弃之后 去猴群里面寻找其他公猴 虽然猴王不喜欢它 但还是有不少公猴看上了母猴 可它们刚靠近母猴就闻到了猴王身上留下的气味 猴王十分凶狠 这些猴子都打不过它 也不敢挑衅它的权威 于是母猴好不容易吸引到的追求者们又都退却 母猴看到这个场景有些生气 这些公猴竟然就这么放弃了 它只能继续寻找其他目标 这次它看到一个刚被猴群接纳没多久的流浪公猴 这种猴子年纪比较大 但母猴被发情期折磨了 也没有太挑战 但母猴不知道这只猴子的态度 所以它走到公猴身边 有意无意地展示着自己的身体 流浪猴子对猴王没有那么强烈的臣服心态 它加入这个群体不足 还没有几个雌性对自己献过殷勤 于是很快就被这只母猴子吸引了 两只猴子狼情惬意 没过一会儿就躲到猴王看不见的地方心热去了 从这天开始 母猴再也没有去骚扰猴王 它们两个时常躲在没有同毒打扰的地方优惠 但猴王根本不在意 它还沉溺在年轻雌性的温柔香之中 丝毫不知道那只它看不起的母猴早已经背叛了自己 母猴给猴王戴绿帽子 还生下了其他公猴的幼崽 猴王知道后恼羞成怒将其咬死